放开我 那王爷全情承命都是没救的 只要我家个人就让我去死 我管你死不死 老娘要的是钱 你今天不嫁不行 我不嫁 不嫁也得嫁 娘 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 娘 闭嘴 她死也是死在王府 跟我们没有关系 再嚷嚷 那一件两银子还要不要 去 给她盖上盖头 一会你扶她出去 没人看得出来 月医说了 今晚王爷大陷将至 王爷的母妃常贵妃 特地让人提前做了牌位 今天拜了堂 月王妃和王爷一并下葬 礼成 纵入洞房 下葬礼成 纵入洞房 嗯 没办法 她就冤枉了 你们不用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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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那个王爷马上就要死了 娶妻子只是为了陪葬 我们正要把雪罗兰嫁给她 只要把她送过去 我们可就是 一千两百亿 靠 穿越了 刚穿过来就被婶婶卖到这档陪葬丫头 这也太倒霉了吧 哎 哎 好帅啊 还好你还有一口气在 喂 你可千万别死了 死了我可就要真给你陪葬了 有麻烈点 回过去 哎呀这什么呀这是 这湿了 你你你谁是鬼啊 你要有缘 去地下找王爷去吧 你给我看清楚啊 我是活的 还有你们王爷都还没有死透 就要拿活人去下葬吗 圣贵妃说了 今天必须将王爷下葬 反正早晚都是死 哪来那么多讲究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 常贵妃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几个 还不给我上 一个贱婢也敢这样跟我说话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今天就把你先解决掉 然后你那个什么常贵妃 应该会感谢你去为王爷赴死的吧 我 王妃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 求你放我吧 知道错了还不赶紧去干活 还有你们几个 给我把王爷扶进房里去 去啊 哇 果然是个大帅哥 之前都没有发现你病得这么严重 喂 你也太可怜了吧 你这哪里是僵死啊 我就把你这脚都迈入鬼门关了 不过好在呢 你遇到了本小姐我 哇 小脏包 你多久没洗澡了 你说你王府养的那些下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他们的王爷卧病在床这么久 连个残忍身体的人都没有 还整天都巴不得你去死 真的是太可恶了 放心 我是医生 一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一定呀 会把你治好的 嗯 OK 嗯 王爷 你虽然睁不开眼睛 但是你是有知觉的吧 我 我现在就要脱你衣服了 我们已经成亲了 我不算占你便宜对吧 我不看 不看不看不看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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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醒啦 感觉怎么样 滚出去听到没 我的生死不关你的事 喂 是我救了你啊 再说了 我呢 是你的王妃 我不照顾你 谁照顾你啊 女流氓 无耻之徒 滚啊 玻璃巴缩的 你这个小身板 光个马杆似的 谁喜欢看啊 我还要把你检查完之后 好好地看一下 你为什么会瘫痪 你什么忙都包括上 别说了 不过 这个女人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还给我擦身体 从来没有人管过我 更何况这么细致 她是母亲派来送我上路的吗 好了 我猜完了 小王爷 好好休息 去 给王爷拿一套新的衣服和被褥进来 什么玩意 这么行 你 你为什么打我 你说我为什么打你 既然你不知道做奴婢的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那我今天就替王爷好好教教你 去 给我把王妃里其他的家人给我叫过来 我有话要去 是 奴婢 我这就去 王妃来了 赶紧听 还真拿自己当王妃了 不过啊 就是个陪葬品 就是 瞧她那趾高气昂的样子 那活死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妈呀 也就这几天了 讲完了 王妃让饶命都被知错了 管家何在 在 小的在 有何吩咐 王府的账本呢 从今往后这个王府 我来管 哦 哎呀 王妃啊 您可能有所不知啊 自从这个王爷瘫痪了以后呢 宫里就削减了咱们的俸禄 哎呀 所以掌管这么大个王府 捉襟见肘啊 然后呢 然后 这不就没有时间做吗 哎呀 您不当家 您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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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根不正夭苗歪 我就说你们这些下人 怎么敢如此怠慢本王妃 原来都是受了你的教训 哎呦 没有没有 王爷如今居然重病在床 但是要请示圣上 朱女全家还绰绰有余 这几天就交账本了 三天 三天之内我就要看到账本 还有 你们这些下人都要听我的差遣 王爷的吃穿用度都要事无巨细地向我汇报 在这个王府里 我只会惯着王爷 你们如果胆敢以下犯上的话 休怪我这根鞭子不长眼 王爷 我把家里的奴才都收拾了一顿 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王爷 我听你出了这个恶气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 我的事不用你管 让我去死 死死死死死 你都死了三年了不还没死成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给我好好活着 不然 我天天占你便宜 你又起来打不了我 那你 岂不是很生气 哇 真不愧是吸我之财啊 躺庄庄三年了替他还这么好 哇 听说 你以前是战神 你力一定很好吧 你是那个女人派来折磨我的吗 嗯 是 罢了 就算是我母亲派来的 也让我临死之前有了体面 我感谢她 谁 那有个盒子 你打开她 我 这 这都是给我的 反正我也没什么用了 都拿去吧 哎 我看这枚玉佩挺不错 应该能值不少钱 就她了 既然要走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给我希望 又让我绝望 还不如一套给我来个毒 罢了 走吧 永远都不要回来 就让我这么死吧 想不到王爷这块玉佩能当二百两银子啊 这下给他制病的全套银针和药材都买来了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啊 买件脏腹啊 哎 可怜啊 姑娘 你父亲还有救 他只是摔伤后引起的并发症 我可以救他 小姐 你真是神医啊 家父确实是摔倒后才一命不弃 只要能救活家父 我愿意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骂 不不不 哎 你要对我爹做什么 对呀 这适者为大 这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当街毁坏尸体 闭嘴 我是要救活他 我只见过屠夫硬刀杀猪 可没见过大夫硬刀治病的 姑娘 你别信他 你信不信我 真是神医啊 你看 这把人救活了 爹爹 你好了 好厉害 真把人救活了 我且神医相助 我不信 真可知好 好厉害 真把人救活了 真是神医了 真把人救活了 彩虹无意回报 愿从此跟随小姐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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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确实需要个心腹来照顾王爷啊 行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以后你就跟着我 我给你月份 哎呦王妃 您这是去哪了 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让我们好找啊 嗯 放心 我不会跑 你们不管王爷 我还要把王爷管到底不是 啊 是 哦 对了 这个呢 是我新买的丫鬟 以后厨房做饭带她的 还有 她只能听我和王爷的差劫 任何人都不能让她做任何事 听懂了吗 啊 明白 嗯 OK 走 都半截身子要入土的人了 还浪费王府的钱卖下人 果然是贪得乌烟的乡下女人 哼 小姐 我看她能得益多久 我现在就把这事告诉常贵妃 王爷 王爷 你干嘛呀 咨询短见啊 你不是走了吗 嗯 为什么要回来 嗯 我以为你也不要我了 喂 我能去哪啊 我是把你刚刚给我的玉佩 兑换成了银两 然后再换了药材 身边呢 还收了个会我国的丫头 你这个王府 个个都是喜欢鬼胎的 再怎么说呢 我现在也是玉王妃 我不会丢掉这个尊贵的头衔回我的村里 当我的乡下野丫头啊 身份尊贵 伺候我这样的人 哪来的尊贵 哎呀 你只要相信我 让我跟你施针 你就一定可以站起来的 而且啊 我听说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当今太子害的 你就不想报仇 我真能站起来 当然啦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那你就现在双手抬起来摸我的脸 你呢 就只是肌肉萎缩罢了 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你试试嘛 试试 你看 感觉到了吗 我真的能动 当然啦 我们 害羞啦 王爷 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 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一些羞羞的事情了 你想不想 女流氓 不知秀 你才不知秀啊 谁不知秀 她好香啊 这种女人 真的是我可以拥有的吗 一会我要给王爷做手术 你收好门 谁都不许进来 我非放心 努必寸步无力 王爷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要好好睡一觉 等我给你做完手术 你就可以站起来了 站起来 嗯 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了吧 王爷 我还有等着你站起来跟我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呢 你不站起来 怎么满意我 那 又说这些 不害臊 好好好 那我就不在你面前说了 我呢 到晚上 在耳边说 那 我开始了 如果我真的站起来了 我定会三枚六屁 八台大脚十里红装 堂堂正正的与你拜堂成亲 真的 再向父皇禀奏 猎女如皇家御蝶 给你王妃应留的里面 嗯 我们 永远在一起 你说什么啊 永远在一起啊 我耳朵不太好 听不见 我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太可爱了 不过王爷 你 喜欢我吗 一点点吧 哎呦 不行 你不能只有一点喜欢我 你要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喜欢我才行 我 我努力 好 有这个人在身边 活着 好像也不是件痛苦的事情了 我努力站起来 努力 让你满意 好啦 吃了这颗药 就好好睡觉 等你醒过来 一切都会好的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好 zero 睡觉 哦 我 我 睡觉 质量很成功王爷 等再过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立马站起来了 你都做了些什么 王妃 常贵妃带了太多人 我拦不住 常贵妃 那不是王爷的母亲吗 贵妃 我是在救王爷 王爷的腿已经快被我治好了 谁要你多管闲事救她的 你就乖乖地等月儿死 安心陪葬 我能给她找来个陪葬丫头 已经算是做母亲的人之意境了 怎么 她还想活不成 原来 连她的亲生母亲都拔不得她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人 在 把她给我拖出去账责 是 打不死 不许停 贵妃 你 王爷 王爷救我 她已经贪了三年 这踏上躺着的 就是个不能动弹的废人 你就算是叫她再大声 也是没用的 带走 王爷 母亲 放开她 母亲 放开她 王爷 你 你站起来了 母亲不希望儿臣康复 怎么可能 我可是你轻生母亲 我日日盼着你站起来 将整整十根钢笛 打入我腿上 让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 轻生母亲 我当年那样做 是在保你命 不然你以为你父皇 能留你到今天 母亲 当年的事我今日不想再提 放开她 我的月儿拿剑指着我 我哪敢不放人 十月怀胎 你却为了个陪葬丫头 居然对我动手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放人 王爷 王爷 你真的站起来了 王爷 王爷 神狗公开了 我马上给你包栽 看来还是站不起来 王爷 你呀 这是因为情急之下 激发了体内的斗志 但这也证明 你的腿功能是完好的呀 只要你每天认真复健 肯定就能站起来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 果然是习武之人啊 给你用了点药膏 就立马结下了 让我看看没有伤疤的 你有多好看 这 兰儿 我是不是不丑 不丑 一点也不丑 我这样还算丑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帅男人了 一点不丑 你真的不嫌弃 我当然不嫌弃你了 你这个样子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 兰儿为我做了这么多 就算是喜欢我这张脸 那也是喜欢 不要努力 让兰儿更喜欢 兰儿 等我以后站起来了 我定不负 好 那那个时候啊 就是我幸福的时候啦 我现在是给不了你幸福 但我 我 哎呀 想什么呢 不正经 对 对不起 是我想多了 还会害羞呢 那 再来一口 兰儿 谢谢你我做的一切 怎么都这样了 你还是压我的那个 不行我要在上面 哎 现在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结尾啊 你给我好好睡 把眼睛闭上 明日开始 断了王府的俸禄 我倒要看看 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是 另外 将王爷醒过来的消息 透露给太子 奴婢这就去办 羞儿 你干脆死了多好 这世上 可不止我容不得你站起来 要落在太子手里 你要受的苦可更多 怎么都沉实了 还不放饭啊 玉王妃 咱们王府被断了俸禄 别说早饭了 以后啊 咱们都要饿肚子了 啥 看来是常贵妃 故意扣了王府的俸禄 郎月 你到底做了什么 爹不疼娘不爱的 把管家叫过来 我要看账本 不用叫 哎呀王妃 账本拿来了 您快看看吧 三天 账不上的钱只够花三天的 哎呦可不是嘛 您赶紧想办法 要不然全球上下呀 可西北风了 三天 只需要三天一两就到 到时候 你们可不准克扣王爷 吃摔用度啊 听明白了吗 太子来了 说要见王爷 我自来府上一月有余 从未跟太子来拜访过 这次他是来试探王爷 站不站起来的吧 走 我亲自去会会他 拜见太子 王爷正在武器 太子此次前来 不知所为何事 哎呦 昌贵妃在哪弄来这么个极品 我那四弟真是厌福不浅啊 太子殿下此次前来 难道就是为了做出这等苟且 下流之事吗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敢这样跟本太子说话 有什么不敢的 你敢做有什么不敢说 你公然调息地习 做出这等苟且之事 就不怕这是传到皇帝而理 让天下人取笑吗 你 你什么你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明天我就吊死在皇帝面前 真烈啊 我喜欢 我那四弟都贪了三年了 就是个废人 你独守空房一定很寂寞吧 不如来我府上给我做个试欠 一次我给你三百两银子 怎么样 王府被断的俸禄就是三百两 这狗太子是存心了恶心人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太子 五百两愿意吗 只要能让奔太子爽 一千两银子又何妨啊 那太子殿下 你先把一两给我 等到晚上 我把王爷赔好 然后 你再过来 好 好 小美人 乖乖等着我 狗太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王爷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刚才路过正厅 我看见太子和月王妃拉拉扯扯的 月王妃 她 她还说 她说什么 她说 哎呀 她说你没用 还说你不行 她让太子殿下晚上来这里 她还要 侧乎太子殿下 兰儿 远了那些话 都是你骗我的 王爷 王爷 你的腿束后需要时间修复 我急不来的 干嘛 别走 我会努力站起来 再保护你一次 兰儿 求你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走了我也不想活了 呸呸呸 不行我说 你给我好好活着 以后 我还要等着你给我幸福呢 你忘了 你不嫌弃我 我嫌弃你什么呀 你是个王爷 而且啊 还长得这么好看 你呢 就给我好好的赴剑 然后站起来给我看 听到了吗 兰儿为我做了这么多 即使骗我 我也认 是我没有 才能射求太子 兰儿别 你有正常男人胜利反应了呀 上一次我脱你衣服的时候 你都没有反应 兰儿 嗯 等我 王爷 上次是你伺候我 那这一次 请让兰儿好好伺候伺候你吧 他还是要去陪太子吗 他还是要去陪太子吗 大神 炖儿 我来啦 太子殿下 我等你好久了 我这就来满足你 非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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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呐 你这是在干什么 常贵妃 太子她非礼我 贱人 分明是你先勾引我的 贱人还敢贼喊捉贼你 你也承认是你非礼我了是不是 常贵妃 臣妾快对于王爷 臣妾去死吧 放肆 不等人家 哭哭啼啼地成何其痛 臣妾还是去死吧 好了 太子也是一时糊涂 这事不是没成功吗 就这么算了吧 太子一堆滴席不轨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 是要遭天下人耻笑的 皇家也没何在啊 对啊 对啊 这事要是传出去 天下人会耻笑的 你们都退下吧 本宫有话要单独对于王妃说 此事不可能的 恐却月儿大宪将至 你还有什么遗愿 想吃点什么 想要点什么 我这个做母亲的 都可以满足你 不玩我提前设计 让常贵妃装上太子 想断我王府凤吗 我把你俩家里掏空 儿臣 儿臣想要五千辆银子 给我和王爷 打口好的棺材 明日我会让内务府送来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儿臣多谢常贵妃 儿臣告退 贱人 你为了那个费人敢得罪本派的 我早晚有天让你好看 我家王爷就算是躺在床上 也比你帅千倍万倍 你长得张都熟呢 给他提鞋都不配 够了 这个陪葬丫头 实在是暗示 我的兰儿 果然没让我失望 你手里拿的什么 没什么 我看看 真没什么 看看 我要摸那 这古代的都什么玩意儿 长得这么近 我 我不是偷偷监视你们的 我只是太害怕 你离开我 哦 原来你怀疑武和太子思通啊 兰儿 我不知道怎么了 看见你一个太子出去比死了还难受 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哎呀 傻瓜 活着当然有意思了 我还要带你一起去逛市集 还要一起去野炊呢 可是我的腿 王爷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等我 当当当当当 王爷 这个呢 叫轮椅 是个逮捕工具 有了它 以后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上来坐坐 你扶我呀 哇 好好看 王爷 兰儿 三年没出来了 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这当然不是梦了 只要你好好复计啊 以后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哎 唐葫芦 哎 怎么卖啊 胸口暖暖的 好奇怪 我这是怎么了 um 这古代的唐葫芦真好吃 不加一点防腐剂 兰儿 嗯 你怎么总说这些奇怪的话 什么古代 什么地方 你不是这儿的 王爷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如果我说 我是来拯救你的 来自未来 你会相信我吗 我信 兰儿说什么我都信 这世上 没有比你更好 对不起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娘生病了 我着急回家 对不起姐姐 哎 等等 你不是说你娘生病了吗 可前面就是医馆 为什么不进去啊 没用了 郎中说我娘不用吃药了 等死就行了 嗯 我不想没有娘 你娘得了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这几天她就是一直胸口痛 今天都疼晕过去了 我知道是什么了 快带我过去 你们也太过分了 人还没有死呢 就摆棺材 是小乐娘 拜托我们早点给她做副棺材 不然等她死了 扔下小乐一个人 不好操办后事啊 小乐娘命苦 一个人养着孩子 还得了这种不知之症 我能救她 怎么可能 连长寿堂 到郎中来了都受救不了 你还能比她厉害 娜儿 你有把握吗 我担心你受委屈 相信我 你在这儿等我 行啦 行啦 我好了 姑娘 好神奇啊 你这个呀 是急性心急梗死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过几天就快好了 娘 娘你醒了 谢谢姐姐救了我娘 小乐当牛做马 一样好好报答你 不用 你呀 好好读书 好好照顾你娘 将来呀 报效祖国 神医 神医呀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哪家的医馆 啊 我在狱 回春堂 就在狱王府附近 王爷 我们走吧 狼儿今天好棒啊 我连你这双腿都能治好 更别说那种小病 王爷现在 是不是对站起来 更有信心了 是 不过狼儿 回春堂 是你诗出的地方吗 不是啊 回春堂是我们医馆的名字 王爷 我们开个医馆如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要自力更生了 常贵妃知道你醒过来之后啊 就断了我们王府的俸禄 我们不能坐置山空 他就这么见不得我好 哎呀 不气不气王爷 他们要饿死你 那我就拼不让他们如愿 从今往后 我开医馆 养你 和这个家 想我堂堂一个王爷 竟然在兰儿面前 也会自卑到恐慌 兰儿 嗯 对不起 嗯 是我连累了你 你这么厉害 你可以不用说这吗 噓 噓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你现在没有用 是因为你站不起来 等你站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全天下 最厉害最厉害的男人了 你忘了 你曾经可是战神啊 好 兰儿 我一定会站起来保护你 好 今天属于我们自己的医馆 回春堂正式开业了 快上来 让开上路 走 你们干嘛 走开 你们干什么 这是御王府的医馆 谁就是你们这么做的 我干的 怎么着 我开医馆挨着你什么事了 我看着不顺眼 就挨着我的事了 我那字笛都拆了三年了 你还指望他能站起来保护你 愣着干什么 继续给我砸 让他再也开不了月 你给我等着 此处不报我为人 我等着 等着你跪着给我舔鞋 豫王府有难 豫王妃水洛兰恳请面见陛下 豫王府有难 豫王妃水洛兰恳请面见陛下 豫王府有难 豫王妃水洛兰恳请面见陛下 豫王妃水洛兰恳请面见陛下 简直无法无天 这是皇宫 你以为是你那穷香片的山沟狗 说闯就闯 小心砍了你的头 我和豫王都活不下去了 砍头算什么 陛下 谁能载舟亦能复舟 明心平向您何以之国 大胆 你敢望言圣诚之国 谁能载舟亦能复舟 说得好 就命令你说下去 水洛兰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陛下 我此次前来是为豫王 还有豫王府申冤的 自从豫王卧病在床之后 朝廷就克扣了豫王府七成的俸禄 就在前两天 豫王府仅剩的三百银两 都被克扣掉了 我为了撑起王府开了间医馆 没想到 昨天太子殿下大人给我砸了 这让我们怎么火 有这事 不火 次帝毕竟是皇家之人 这开医馆抛头露面 儿臣也是为了避免 次帝给皇家抹黑啊 是你们逼着我们去死 我们自食其理有错吗 皇室的威严 任何人不能撼动 回皇上 我并不认为这是在皇家脸面上抹黑 洛兰徽医术 靠自己的本事挣钱 行的正做的端 试问天下哪条法律规定 王妃就不能开医馆了 王妃开医馆就影响其他人的脸面了 况且 我收的诊金都是平常的一半 我是她造福黎民百姓 敢这样和这说话 我没有错 我开医馆是为了活着 他们来看病的也都是为了活着罢了 好 好 你真的好大的胆子 水肉兰 还不快求皇上饶你一命 好了 朕同意你开医馆了 皇上 这 好了 你深得朕心 不要让朕失望 儿臣 多谢父皇成全 玉儿最近还好吗 回皇上 他 还活着 贵妃 你这个儿子还真不让人省心 当年你非要让他苟延残喘 非要等他自己去死 现在的 哼 我看哪 他马上就能站起来卷土重来了 你就不怕他查到当年的真相 把你这个母亲都给杀了 水肉兰这个女人太多事了 必须先出用 娘娘 你给我捏捏肩膀 我跟你说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 好 怎么样 舒服 皇上 真的同意你继续开医馆了 嗯 那他有提起我吗 他一定对我 恨得咬牙切齿吧 王爷 皇上不仅提起你 而且还很关心你 你就没有想过要洗刷园区吗 我当然想洗刷园区 可这三年 他从没看我 一定是对我失望透露 哎呀好了 我们先不说这个 你看你现在都可以跟我捏肩了 有没有想过站起来后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我要报仇 让那些陷害我的人都付出代价 嗯 还有呢 嗯 还有啊 嗯 小人狼儿 做完整的女人 哎 你现在学会调戏我了是吧 嗯 王爷的嘴巴真软 我一会儿要出窃 等我回来继续亲你 你慢点 知道了 等等 不是说要给家里老夫人看病吗 怎么这么骗 你干嘛 拿人钱财 弃人消灾 站住 啊 按键 他里消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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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死 要不是跟你塞了毛巾 你早就要受自禁了 说 谁派你来的 别别别 别杀我 我说 是太子殿下 我就知道 这狗太子要赶进杀局 我就让他哭着找娘 我可以不杀你 拿着这根簪子 去跟太子复命 就说 我已经半死不活了 为你带去了太子府后院 兰儿 那是什么 拿下去 你要干什么 那个呀 是我送给太子的礼物 今天晚上 有好心要上演了 你呢 就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回来我通你细说 礼物 我倒是看那个礼物 挺像你啊 让冷允糟蹋你 我不允许 你个傻瓜 我这人就在这 让你随便亲随便摸还不行 嗯 别气了 小美人 你终于是我的了 今天晚上就让我好好玩玩 华妃 太子不会发现不对劲吗 没事 爱死你了 当然不会了 他现在就是个疯子 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我已经用他的名义给皇上传话 说我钥匙商量 皇上马上就来 快躲起来 啊 女帝 你女儿要被我玩死了 知道的话 一定会急死吧 放肆 花儿息怒 不成梯头的东西 给我滚出来 我厉不厉害 给我滚出来 出来 皇上 您退一退 让老奴去开门 小心啊 被窝住了您的眼睛 让这个不孝之子 穿好衣服给我滚出来 遮 我那四弟还真是废话 这么认得女人不知道玩 皇上 不好了 怎么了 老奴 老奴不知道太子怎么了 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水了啦 你还真够硬强 你撞 这都不叫一声 我让你不叫 你给我救吧 皇上 太子好像得了抑郑 来人 把这个孩子拉过来 水泡行 不皇 成贵妃 你们怎么来了 不成梯头的东西 皇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拉下去 终发无失 不皇 儿臣冤枉啊 不皇 儿臣冤枉啊 不皇 儿臣冤枉啊 云儿的品相 不如月儿一半 朕对她失望之际 皇上 太子让您失望了 但是 玉儿当年 做出那样妄图失君犯上的事 我这做母亲的 都不能原谅她 原来冷玉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她当年妄图失君 不 冷玉的为人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喜看完了 我们走 王爷王爷 你是没有看到太子那个怂恙 作作为皇上打了五十个本子 总算是出了一会儿恶气了 兰儿帮我帮 兰儿好棒 要是我腿好了的话 那还需要你出气 我就打了他屁滚尿流了 哎呀 王爷 你看 你的腿还是有知觉的 你能感受到吗 哼 感觉到了 兰儿好软 嗯不够 啊 怎么睡觉腰酸背痛的 啊 兰儿 等我腿好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这么轻易下注 王爷外出了 什么 王爷可以外出了 奴婢亲眼所见 那个水落兰推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王爷就坐在上面 两个人去玩了一天 要真是这样子的话 等王爷站起来就是时间问题了 冷遇这个废物 看来还得要本宫亲自出售 如意 拿本宫的令牌 给王府拨几匹药材送去回春堂 既然皇上同意他们开医馆 那我这个做母亲的自然支持 我家项目不过感染了先风山 只能他们加一副药 当场就死了 你们 你们陪我下狂 彩虹 我们医馆的药材都删着我的方子抓的吗 王妃是按着你的方子抓的 但是前两天我们的药材用完了 用了常贵妃送来的药材 常贵妃送药材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是如意书您太操劳让不必告诉您 操劳 圣旨到水落兰皆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今日朕街道举报 玉王妃行医师职至人死亡 事关皇家威严 则日由朕亲自审礼 来人啊 将玉王妃带走 是 怎么的玉王妃 难道你要抗旨吗 退下 照顾好王爷 刚刚 我跟你走 你说兰儿被皇上带去了皇宫 你怎么不早说 王爷 那个药材是常贵妃送来的 王妃让我跟你说 让你不要担心 兰儿 我不会再让你这身烦心 灵霄何在 村主 暗卫灵霄前来报到 玉王妃 今晚您就在这将就一晚上吧 嗯 明天还有一场印证要打 王爷他在家里还好吗 好想的 这回是真的了 水洛兰 让你害我被打板子 今天就让你尝尝惹我的代价 林霄 你带兄弟们隐藏起来 不要暴露 睡 玉儿 为娘给你打的这些丁肌 就是为了让你记性 咱们让开 玉王这腿真费量 太子有令 玉王爷与狗 不得入内 扰死 你现在除了像狗一样叫 还能干什么 实话告诉你 太子现在正在好好宠爱你的玉王妃呢 我杀了你 四弟 你站起来了 敢对我的女人 我娶你狗命 四弟 别杀我 我再也不敢了 我 何生 滚 王爷 我会对你负责 从从不及听 真是不巧 玉儿 打扰你的好事了 你要干什么 他这是中了药 没有男人给他阴阳调和 要是再没有解药 不到一会儿 血鬼 爆裂而亡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他 要么 你自费双 选一个吧 母亲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你可是我的亲生母亲啊 少废话 选吧 解药 将解药拿给他 是 玉儿 为娘这也是为了你好 皇上要是知道这件事 你世兄的罪名可就瞒不住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 嗯 解药 王爷 今日一事 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 王爷 我已经帮你把腿包扎好了 等我喜庆怨去 我一定帮你找出当年 你被汗算的真相 还有 是杭贵妃 我一定会让你站起来的 玉王妃 皇上已经等着您了 等我 江流师 你说你相公吃了玉王妃的药身亡 可有证据 这是玉王妃给我家相公喝的药 请皇上为我家相公做主 嗯 这是什么药 怎么是带庄的 回皇上 那是臣女为了病人服用方便 将煎好的药放置到了特制的袋子中 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都是些去风海的药 绝对不会吃死人 死人已死 你还在狡辩 皇上 她一个小小的王妃都不把人命放在眼里 这将来还了得 常贵妃 那些药材可都是你送给我的 我们王府的下人都可以做成 我送你药材 那是关心玉儿 那些药材可都是宫里的 你的意思是说 宫里的药材有毒 我把这个人救活 是不是一切都可以说明了 嗯 这人死还能救活吗 回皇上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人只是吃了有毒的药 造成一种假死的状态 我可以救他 如果皇上不相信 可以和我打一个赌 好 赌是吗 如果我把死人救活 皇上免去我的罪责 并且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若不能 洛兰甘愿赴死 人死还能复生 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发疫症 朕赌了 玉王妃 开始吧 是 皇上 此为肾上线索 只要打上一针 玉王要人三更死 他也能应付到五分天 相公 相公 你看 这 相公 是了 草民叩见皇上 既然活了 那就如实交代 到底怎么回事 草民不敢撒谎 是常贵妃买通我夫人 让我污蔑玉王妃的 大胆刁明 敢诬陷本宫 该当何罪 求皇上为儿臣做主 常贵妃诬陷儿臣已经不是一次了 还请皇上明察 谁落来 敢污蔑本宫 给我长嘴 还有正不正道的事情吗 皇上 臣妃冤枉啊 臣妃什么都没有做 这些年臣妃一直为了后宫兢兢业业 说 是不是你干的 皇上受罪 奴婢该死 是奴婢一时鬼迷心窍 贵妃给玉王妃那么多姚材 玉王妃却不知道感恩 奴婢只是想给她个教训 好大的胆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贵妃 奴婢知错了 皇上 臣妃管教下人不言 恳请一起出发 罢了 既然是你们下人所做 那就待恢复自己处置吧 谢皇上 今天还不是和她撕破脸的时候 相信 儿子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了 朕一言九鼎 什么事 问吧 儿臣有一事不明 常贵妃既然是王爷的生母 为什么感觉 对太子殿下 比对王爷还好 伊尔到现在还不知道 常贵妃不是她的生母 爱不得常贵妃那么歹毒 原来真的不是王爷的亲生母亲 那王爷的亲生母亲是谁 朕说过 只回答你一个问题 是 儿臣告退 兰儿 我还能站起来吗 王爷 你怎么又气馁呢 当初你那么严重的时候 不都站起来了 现在呀 我将你腿上的筋脉已经揭好了 就一定能站起来的 兰儿 我会认真复剑 很快就会站起来保护你的 好 王爷 还有你的虫 李渊躯 我们都要一起调查清楚 我会陪着你的 水洛兰那个贱人还真是命大 贵妃 依奴婢所见 对付那贱人不难 他不是还有家人在乡下吗 不如我们将他们找来 如意 还是你聪明灵力 奴婢站就去吧 站住 贵妃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就对豫王没有想法吗 贵妃 奴婢不敢 我说如意呀 你若勾上了王爷 本工作主 给你封个侧妃 也不是不行 贵妃饶命 奴婢不想陪葬 而且如意 如意不会勾引人 不会 平时和那些下人玩的不是挺好的吗 你若不想死 你妈给我滚过去 皇爷 你睡了吗 皇爷的容貌恢复了 当年的战神回来了 太好了 滚 王爷 你躺在床上这么久了 一定很寂寞吧 不如就让奴婢来伺候我 你要做什么 滚开 你们在干什么 皇妃 皇妃 王爷他费力我 我的亲爱被毁了 我不会活了 兰儿 我没有 怎么没有 我只是给王爷送个饭 没想到 他一直拉着我 疼 那个我 简直不可理许 我喜欢你 皇妃 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主意 你没有镜子 总该有尿吧 你撒泡尿罩着自己 王爷会看上你 不许叫 王妃 彩虹 如意以下犯上 即日起 逐出王府 是 走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放开我 你呀你 堂堂一个王爷 居然被一个丫鬟占便宜 我 我没有被他飞脸 我只是怕你误会 我的身子 只有你能摸 真的 那我 可就不客气了 兰儿 我发誓 此生永不放弃 我也是 废物 不但没成功 还被赶错 我打死你 为娘娘饶命 奴婢本来都要对手了 关键是个水洛兰闯了进来 还 还让我被拿尿罩着 孙王爷看不上我 果然是个乡野村妇 言语粗鄙 贵妃 我家水洛兰虽然粗鄙 但也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奴婢怀疑 怀疑什么 可说 奴婢怀疑 现在这个根本就不是水洛兰 当初水洛兰不愿嫁进王府 成亲当天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 我们都是亲眼看见的 对对对 贵妃 和王爷拜堂的 就是个死人 他怎么可能还活蹦乱跳的 这肯定 这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原来是这样 水洛兰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的 如意 拿着本宫的令牌 通行御王府 助本宫 暗中调查水洛兰 是 这几日 你们两个在本宫这儿 也吃饱喝醋了 该轮到你们做事了 是王妃 男儿啊 你死得好惨啊 姐姐 还被贱人多了身份 我今天就要到回宫的 娘 这是她 她没死 娘 我可 我明白你 你看着她厌弃耳朵 鬼真是妖女 妖女 你 你试试鬼 我不嫁 就是他们两个杀了原来的水洛兰 我既然用了他的身子 是要给他报仇 婶婶 婶婶 婶儿被你掐得好疼 好疼啊 你干嘛 婶婶 婶儿被你掐得好疼 好疼啊 你干嘛 你干嘛 啊 姐姐姐姐 这都是我娘干的 是他指示的 你杀了他你就别杀我了 我求你 你吵了我吧 彩虹 给我把这两个人赶出去 借一次给我打一次 是 舅舅 御王府最近有黑衣人出入 我怀疑是冷于在调遣自己心腹回来啊 听说那个烂货 又被常贵妃给弄贪了 竟然还不消贷 我这四弟真是难杀呀 万一他以后站起来了 查到当年的事是我们 闭上你的乌鸦嘴 这太子之位只能是你的 既然那烂货 不想下床 我们就送他上西天 舅舅说的有道理 过几天就是常贵妃的寿臣了 不如我们趁着这个时候 虽然咱们的财务危机已经解决了 但是还是要勤俭结约 过两天呢 就是常贵妃的寿臣 我会和王爷一起参加 这个是礼物 务必要看好 是 奴婢记住了 贱人 不仅羞辱我 还敢帮我赶出王府 看到是乌常贵妃 王爷 你不开心啊 没有 我只是感慨 躺在那里三年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父皇了 来了来了 没想到豫王爷三年之后还能来这儿 还真是 祸害一千年呢 诶 正书大人慎眼啊 虽然豫王现在大不如前 但他敢识郡 你就不怕一会儿提前把你斩杀了 皇上驾到 众位爱卿 今天是常贵妃寿臣 无比几礼 多路坐吧 谢父皇 玉儿 你来了 父皇 今日是常贵妃的寿臣 儿臣特意送上千年人参和万年明珠 祝愿常贵妃永保青春 万寿无疆 好 玉儿有心了 玉王 玉王妃 不知你们给常贵妃送了什么礼物呀 娘娘 这是我和王爷精心为您准备的礼物 打开 娘娘恕罪 大胆 感谢你那么功 将玉王妃给我抓起来 且慢 娘娘 这其中这有物 这是什么 好漂亮呀 好 娘娘 此物名为永生花 可放置在瓶中保养 愿娘娘岁月永住 青春永保 另外 今天给娘娘准备的最重要的礼物 其实是这个遮瑕粉底 她涂抹在脸上能使人容光焕发 延缓衰老 效果立竿见影 这么生气吗 皇上若是不信 我可以涂抹在我的脸上来作证 真变白了还 还真有用 快 将这神奇的东西拿过来给本宫看看 洛兰有心了 谢娘娘 玉王妃送的礼物真是别致啊 不过光送礼就太单调了吧 不如你献个舞 或者弹个曲 猪猪猪猪 皇兄 这是兽严 不是斗舞严 子弟别急啊 玉王妃没说话 没准真的会呢 不要为难自己 我定会护你 放心 既然太子殿下想看洛兰跳舞 那洛兰就现丑了 怎么能是现丑呢 不会就学兔子跳 大家也不会笑话你 哇 好 跳得好 好 跳得好 豫王妃果然是深藏不露啊 起舞弄轻盈 何死在人间呢 好 谢皇上 棒啊 我没妈 哼 王妃王妃 你们快走 小心 彩虹 两位 自己受死 我是豫王 你们好大的胆子 啥的就是 都是你不能动的肺 还这么嚣张 王爷 兰儿 我说过 我会保护好你的 王爷 王妃受了些惊吓 没有大碍 王爷不必担心 感动我的女人 冷允这个太子只为趴着做到头了 王爷审算 这次就是太子的人要暗杀你 而且王爷 我已经查到当年您 会对皇上做出那样的举动 是被冷允下了傀儡树 这是冷允养的那批巫师的证据 狗太子害人不浅 还想灭口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彩虹 给我备车 我要去一趟太子府 就和太子说有钥匙商议 另外 如意不是总在府外荒悠吗 去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 是 王妃 王爷 你的仇 我去给你报 我水洛兰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兰儿 小兰兰 你来都来了 肯定是想开了 你也受不了我那个废物四地了 是不是 哎呀 还是太子最懂我了 太子 你是不知道 冷允他自从抱病在床之后啊 脾气就特别不好啊 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他都不理我 所以 我特别空虚特别寂寞 太子 夜还这么长 你能陪陪我吗 兰儿别哭啊 我陪你 我陪你 事不相瞒 太子 冷允他就是个木头 我有时候都在想 潘尼亚木头的人 怎么能做出师父这种事情的 他那个性子又做不了皇帝 冷玉想做皇上 下辈子吧 这话告诉你 这个皇位本太子势在必得 只当我的路 我就叫谁死 哇 太子好棒啊 冷玉那个木头当众做出师父的事情 真是鱼不可及 确实鱼不可及 不过 冷玉当年能做出那样的事 那也是败我所赐 我当年 只用了小小的一个傀儡术 冷玉就失去了意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拔剑自杀皇上 冷玉 原来都是你做的 父皇 儿臣做了 儿臣只是一时可恶 父皇 饶命 父皇 来人呢 将冷玉压下去 废掉太子之位 教育行不后审 父皇 儿臣知道错了 父皇 儿臣知道错了呀 父皇 儿臣错了 饶命啊 父皇 水洛兰 作为豫王妃 不知检点 深夜与太子幽惠 压下去 一并关起来 听口发落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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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露兰 玉儿 这两个人背叛你 正是惩罚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阻拦阵 她是儿臣的王妃 你是我的爱人 我相信她绝对不会背叛我 恳请父皇 放了洛兰 你忘了你受的苦了吗 一个裴家的丫头 你也相信 儿臣当然不会忘记这些年受的苦 尽足三年 我的腿也废了 皇上息怒 玉儿 你没看到你父皇在生气吗 别再说了 罢了 朕欠她的 不分清红皂白 禁足了三年 还差点害死她 皇上 行了 玉儿 明日 朕设宫宴 你会来吗 只要父皇放了洛兰 而且明日 定来赴宴 放了玉王妃 多谢父皇 王妃 回家 这个水洛兰 还是不能流浪 皇上 这是为何 玉儿 是朕最得意的儿子 现在也真相大白了 这要把 亏欠她的全都补回来 但是 要是想做一个合格的储君 最忌讳的就是儿女情长 不能因为一个女人 坏了江山设计 原本朕 很欣赏这个女人 现在开始 作用玉儿了 此女 绝不可留 看来皇上有意要立 冷遇为太子 不行 那我真正的孩子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你去把府里的水唇花 和她母亲带过来 是 冷遇 明天就有你好戏看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四皇子冷遇 蒙奸人所害 被关三年 请陛下已查明真相 今日起 恢复玉王爷身份 亲此 儿臣多谢父皇 父皇 儿臣不求荣华富贵 只求于兰儿 长相厮守 恳请父皇 允许我给兰儿 一场盛大的婚礼 皇上 臣妾带了几个人过来 恳请皇上恩准 此事关乎玉儿 和整个皇家 是 草民叩见皇上 皇上 草民是将水洛兰 养大的婚子 草民可以作证 当初水洛兰 不愿意嫁进王府 当着我们的面 便自杀了 现在 这个活蹦乱跳的水洛兰 她是假的 什么 假的 什么 假的 皇上 名女不敢说谎 当初亲眼看见水洛兰死的 还有玉王府的下人 皇上 此事千真万确 我和王府的管家 都可以证实 当初王妃 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 皇上 老奴也可以作证 这个玉王妃 可口下人俸禄 她就不配当王妃啊 是的皇上 人死不能复生 她分明就是个妖女 行了 我下去吧 谢皇上 父皇 洛兰是儿臣的王妃 绝不可能是妖女 你为了一个妖女 竟然顶撞玉王 皇上 玉儿之前 从来不会误异你 现在一定是受了那个妖女的挑唆 儿臣的命是洛兰旧的 此生非洛兰不娶 若是兰儿出事 儿臣也不活了 不孝子 你竟然跟我对着干什么 哎 这样 你只要修了这个妖女 朕就立你为太子 儿臣不想当太子 只要兰儿 你竟敢忤逆朕 来人 将玉王快押回府里 好好发行 没有朕的旨意 你们玉王府的人 所有都不准出来 儿臣告退 皇上 你真的要观这玉儿 到什么时候 等着她来瞧我 既然玉儿冥顽不灵 就让她和那个妖女 在王府互相看得上眼 到时候 她自然就会明白 谁才是对她最好的 王爷 你对我真好 但是你为了我得罪父皇 现在 又只能在王府里 不值得 兰儿 我知道你不喜欢 深宫中勾心斗角的生活 那在一个没人 打扰我们的地方生活 岂不是更合我们的喜好 放心吧兰儿 最近为我在好好康复 我们这叫 抛光养晦 那我们就可以开启 没凶没骚的蜜月啦 蜜月 我只听过一月二月 什么叫蜜月啊 我不懂就别问了 总之以后 我们两个就在王府 就要开开兮兮的快活啦 兰儿又学坏了 喜欢吗 舅舅 你救救我呀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没用的东西 早就告诉你 没我的吩咐 不要擅自行动 这不怪我 又是水洛兰 又是那个妖女勾引我 舅舅 你要替我报仇啊 又是这个 等我去会会她 至于你 皇帝正在气头上 我保不了你 不想死得太快 别替我一个字 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 但是当太子 难喽 哇 王爷好棒啊 兰儿 你每天陪我待在王府里 看我练剑附剑的 无不无聊 不会啊 等我再把你的腿 调压两个月 你就可以彻底地站起来了 王妃 你要的东西 我也准备好了 什么东西啊 王爷 谁说我们待在王府出不去的 我呢 给你化妆易容 带你出去玩 化妆易容 是什么 走着 哎 王爷 那边有傻猴的 我们过去看看吧 姑娘 你是哪里人 我是水家屯的 小乐娘为何这么问 没什么 没什么 王爷 刚才那个好像是小乐娘 上次好像有事情要告诉我 我先过去聊聊 你们先看 嗯 早点回来 放心 恩人 我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我们换个偏偏偏点地方去吧 好 恩人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一定要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你知道我要为什么 当初您给我治好病 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 您治病的手法和我家娘娘一模一样 你家娘娘从哪来的 我不知道 我家娘娘人魅心善 又乐善好施 一直给别人免费治疗 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人 可是他遇人不疏 那黄 我大概猜到那人是谁了 那个人是皇帝的妃子 玉王的亲生母亲对吧 想不到冷狱的母亲也是穿越过来的 可她却死得不明不白 那你知道你家娘娘是怎么死的吗 当初小姐入宫 执意不让我跟随 她说 皇宫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没想到 抑郁成衬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个重要发现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冷狱 她一定对她母亲很好奇 行了娘 我先走了 狼儿 王妃 彩虹 快去追 彩虹 快去追 那你怎么办 别管我 快去追 我这样废的 连自己的女人被枪都没法阻止 我要尽快站起来 绝不能再让任何人伤害蓝儿 把她看好了 这个女人诡计多端 放心吧 那些名要能放到一头牛 这贱人为什么和那个女人一样 真难杀 当年要不是那个女人迷惑我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妖女 你们都是妖女 折磨不了她 我就折磨你 这个男人怎么会用女人的笑 他到底是谁 把她看好了 是 月儿 听说你要解除禁闭 是想好了吗 这次儿臣前来 是问父王要一个人 要什么人 父皇还在装什么 这次豫王妃失踪 难道不是你做的吗 你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吗 我笑的东西 之前你就看不上她 这次狼儿失踪 除了你还有谁 混账 你就这么不相信这吗 父皇既然不说 儿臣也不浪费时间了 告辞 慢着 刘夕 传指下去 满城寻找 豫王妃 是 月儿现在太不像话了 都怪臣妾当年没有交好她 当个王爷就这么目中无人 幸好不是当太子 比起婴儿那个废物 玉儿强多了 这么多年 是朕亏欠她的 以至于她被妖女迷惑 待到妖女此事结束 朕就立刻封玉儿为太子 好好地补偿她 皇上 你真决定立玉儿为太子 朕做什么事还要问你吗 臣妾不干 冷玉被我废了两次腿 若是让她登上我 本国就完了 看来 要找那个人一起想想办法了 姑娘 你醒了 这是哪儿 这是国公府 我是护国公刘德昌 姑娘 昨日我在垂调 见你被一伙人追至湖边 轻急跳湖 我便救了你 多谢刘将军相救 只是我现在有要事 不得不赶回去 姑娘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得好好在这里休养 不必拘礼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便是 多谢 姑娘 怎么称呼啊 我叫水洛兰 是渔王府的王妃 你说你叫水洛兰 刘将军 怎么了 没事 水姑娘 你好好休息 等身体好一点 我便送你回去 照顾好渔王妃 是 为什么这个刘将军 让我觉得有些熟悉 王爷 王爷 王妃回来了 王爷 我回来了 兰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你 哎呀 你别哭别哭了 我不是回来了吗 是刘将军救了我 多谢刘将军 救下那人 既然渔王妃身体已经无恙 那在下就先告退 渔王爷 咱们改日再续 彩虹 送一下刘将军 我没事 哎呀 王爷 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 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你看 好好的 你失踪的这几天 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哎呀 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 兰儿 如果找不到你 我也不会毒火 我不许你说这种话 我们两个 还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呢 好 兰儿 你知道是谁带走你的吗 我怀疑是皇宫里的人 因为那个人在挟持我的时候 说了好多莫名其妙的话 而且他身上有种诡异的香味 我似乎在进宫的时候 闻到过 哦对了 我查到了关于你生母的事情 明日年宴 我会进宫调查清楚 你在府上好好休养 不要啊 我要和你一起去 以后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 嗯 好 坐在那儿的都是朝廷镇守边关的藩王 过节被召回宫小住的 啊 怪不得看这么凶 对了 你有闻到那日香囊的味道吗 刚才常贵妃的婢女喂我针酒的时候 我闻到了香囊的味道 又是她 但是我还没确定 毕竟宫中婢女 所涉及的人还是很多的 皇帝 听说你驻守的蛮夷之地 明风彪悍 文化落后 朕甚是担忧啊 有劳皇兄挂念 臣弟倒是更担忧 咱们大宁的教育 听闻皇帝五年前下旨 让大宁的女子 可以读书认字 这五年过去了 我也没看见 出来的女状元嘛 皇帝 你这是在质疑朕的决策吗 那倒不敢 皇上息怒 不过臣以为 朕南王说的不无道理 大宁实行女子教育以来 女子不务正业 生育率直线下降 这对大宁的发展 很不利 吴爱卿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人 怎可如此于 皇上 洛南有不同的见解 玉皇妃 有什么想法 说来听听 洛南觉得 女子接受教育 是皇上的大名制 谁说女子实施教育 也只是接受了皮毛 连个女状元的考不上 真男王吴将军 你们若是不服 可以和我比试一样 侄媳妇 皇叔知道 你是乡下来的野丫头 运气好 当了王妃 你心虚着急表现 但是你呢 只会砍柴 烧饭 打猪草 你还会什么呢 不要出来给育儿丢人 皇上 既然有人想看我 水洛南的笑话 那我洛南 断然没有逃避的道理 我虽然是一个野丫头 但是我琴棋 书画都会一些 在场的哪位大臣和将军 若是不服 都可以和我比试一样 若是洛南今日输了 那便从此之后 不再踏进皇宫半步 兰儿 相公放心 今天这口气 不仅是为我自己出 而是为了全天下 想要接受教育的女子而出的 好 你放心 豫王妃勇气可嘉 那么请和二位比试 希望二位输赢不要建议啊 既然是比试 输了自然要受到惩罚 豫王妃也说了 若输了愿意做任何事 本将军也不会为难她 就让你趴在地上 学三声狗叫就行 好 我水洛南接了 那你们输了 该当如何呢 你说如何就如何 那便开始 北风吹雪四宫出 嘉瑞天将击碎除 半盏图苏游未举 灯前小草写陶福 好诗 好诗啊 吴将军 到你了 我请 有什么问题吗 皇上 嘉瑞天交击碎除 碎除乃不祥之说 豫王妃在这大年之日 竟说出这样的话 她要干什么 吴将军 你到底懂诗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瑞雪 在除夕之夜到来的意思 对 确实是这个意思 吴爱强 愿赌服输 输了不丢人 豫王妃 我不服 你我在比试围棋如何 拉尔 吴将军的棋天下第一 你还有生的把握吗 放心吧 那是她没遇到我 她遇到我 那就不排天下第一了 哎呀呀呀呀 羽王妃 您这棋 吓得好 吓得妙啊 羽王妃棋不惊人 让人防不慎防 羽王妃 你让朕刮目相看哪 怎么会这样 吴将军 你输了 接下来 还要和我比试什么呢 我来 我来与你比书法 皇兄 皇帝啊 你这书法不减当年呢 陛下 哎呀 这是什么写法呀 自己工整刚进 自由乱降奉祝 让人看了以后 便有入目三分的感觉 简直绝妙呀 你这个是什么字体 这叫形凯 是由现在的正凯演变而来 可以使得字体 更加的工整通透 妙 妙极了 朕宣布 这举羽王妃赢 宣布 以后举国推行 形凯书法 哼 想不到羽王妃身藏不漏 坊间传闻 羽王妃不是什么乡下野丫头 看来所言不假呀 朕男王这话是何意 我行的端做的正 如假包换 皇叔 蓝尔已比试了三局 胜负已现分晓 嗯 玉儿说的对 朕宣布 羽王妃获胜 慢着 羽王妃 还有什么事吗 刚刚吴将军答应过 我要愿赌服输 吴将军 现在你可还认 吴将军 你认还是不认啊 皇上 臣愿赌服输 玉王妃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吧 要求不敢当 也不需要吴将军和湛男王跪下来学三声狗叫 只需要你们两个亲自向我道歉 并且承认不应该用短浅的目光来看待女子学习的事情 你好大的胆子 休想 吴将军 你这是要出二反二吗 臣不敢 吴将军 我看你没有不敢的 连这天下 你都想要是吗 皇上激怒 玉王妃 臣知错了 女子教育 有用 这也差不多 玉王妃 休晚会中 让朕刮目相看 刘公公 你指 赏玉王玉王妃 白银万两 零罗绸缎千匹 多谢父皇 玉儿果真没让为娘失望 为娘甚感欣慰 玉儿能有今天 爱妃的功劳不可没 一样有赏 谢皇上恩赐 今天算那个小贱人命大 出进了阳相 要是就这么弄死了 皇上那边也不好交代 只能等等了 喇儿 你好棒啊 刚刚维护女子教育的时候 简直就像新女下凡一样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就不像仙女了 现在吗 喇儿 远远都是仙女 这也差不多 喇儿 我爱你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就像做梦 你就是那会消失的仙女 喇儿 告诉我这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你看 真的 喇儿 我想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我们重新拜堂成亲吧 我发誓 此生不负喇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王爷 常贵妃来了 喇儿 玉儿 前日年夜 洛兰表现不错 皇上特意让我对你们多关心一点 毕竟 我这做母亲的 确实对你们有些疏忽了 可我有什么办法 那么大的后宫 要操持 难免会有些疏忽 洛兰怎么不在 她去出诊了 对了 玉儿 过几日元宵节 你父皇想你 特意让我嘱咐你 一定要前去供赏花灯 知道了 常贵妃 哼 您竟然连母妃都不叫了 哎 今夜 本宫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冷御这个野种 怎么死了 贵妃放心 今晚埋伏在宫中的人 都是我的心腹 一会儿 等他们赏花灯 放松警惕 别说一个冷御 就算老昏君 还有妖女水洛兰 一个都必想逃走 等着老皇帝一死 这天下 可就是我的了 贵妃娘娘 非职 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该让我 耍一耍了吧 王爷 你看这儿 多好看啊 这再好看 也没有蓝儿美 真的 你 你 啊 王爷 拉二 我听你说过 想往的婚礼 还有求婚 所以照你说的样子 准备了很久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但我一定会 尽我最大努力 老二 嫁给我吧 从此我们 一生一世一双人 永非 好 我愿意 起来了 哎呀 这 有刺客 护驾 护驾 保护皇上 护驾 小心 皇上 皇上 快 宣太医 王爷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救回来 你放心 皇上 我知道你不爱我 你爱的是冷月已经死去的亲娘 要不是我像极了那个贱人 又主动养大冷月 你根本就不会多看我一眼 可那又怎样 你现在只能躺在这儿 让你活还是让你死 都是我说的算 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啊 我的贵妃娘娘对皇帝可真是神奇啊 让我好生嫉妒啊 你说那些风凉话做什么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吴将军还真是谨慎 太医都说他醒不过来了 你害怕什么 醒不过来最好 我已经准备妥当 你儿子还小 原本拥护我侄儿冷云登基 是最合适的 但是他现在在牢里成了废物 倒不如贵妃娘娘先拥护我称 等过几年 我再把皇位传给你儿子 也不算江山一主 怎样 你打了什么算盘 我心里难不清楚 必须以我而登基 到时候少不了你好处 否则 否则什么 狗皇帝现在无法掉兵 我的军力远在刘德昌之上 你敢和我斗 吴侯 你敢威胁我 王爷 我已经将你腿上的伤都处理好了 可你怎么还是不行 你怎么那么傻 你为什么要替我当那一件 你会没命的 你一定要醒过来 你答应过我 要带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一定要醒过来 有你 王爷 王爷 你的腿现在虽然好了 但是还需要时间才能站起来 你别着急 这些体辛苦你了 不辛苦 等我好了 换我来保护你 好 对了 还不知道皇上怎么样了 这次的事情 一定是有预谋的 王爷 宫里传来消息 皇上驾崩了 让我进去 玉儿 你现在父皇谁也不想见 父皇现在怎么样了 有御医在里面给你父皇诊治 如果有什么 本宫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都回去吧 怎么 你连本宫的话都不听了 你父皇现在谁都不见 若你敢违抗 那就是抗旨 贵妃这是要谋反吗 大胆 你敢怀疑本宫 来人 将御王爷给我抓起来 我有皇上御赐的金牌 没有皇上口语 谁敢动 不孝的东西 你想犯天是吧 我只要亲眼看到父皇没事 常贵妃若不是作贼心虚 何必阻拦 你 幸好王爷提前太好了 我只能按你的位置 常贵妃还真是丧心病狂 我倒要看看他活肉里卖的是什么药 皇上原来不是受伤 是中毒 我可以救他 但我需要王爷帮我拖延时间 快去 是 王爷 你在干什么 常贵妃也会害怕吗 我以为你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不怕地不怕了 大胆 我是你母亲 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母亲 你配吗 从小到大你对我做的哪一件事 哪一件像是一个母亲做的 相反 你对太子都比对我好千万倍 白衣尔郎 我这样不属你 你终于承认我不是你亲生的了 我母妃到底是谁 常贵妃你说还是不说 说 我说 你母妃就是 吴将军 你还等什么 给我杀了她 吴将军是在助纣为虐吗 本将军只是在保护常贵妃 等皇上醒了 自然会被皇上消灭 你大逆不道 意图手刃亲 就算皇上醒了 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快了 我以为你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要成功了 冷逸啊冷逸 你个养不熟的狼崽子 就凭你 也想和我斗 你那个短命的亲娘 就算是当了皇后 被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了 是吗 就连朕这个天子 也奈何不了你吗 就连朕这个天子 也奈何不了你了吗 皇 皇上 还知道叫皇上 我以为你是皇上呢 皇上 你醒了简直太好了 臣妾担心您 一直守在你身边 杰人 还醉影 正在里边全都听到了 大人 将常贵妃打入冷宫 得日会斩 皇上饶命 臣妾冤枉啊 北辰护驾来迟 还请皇上责罚 北辰刚刚不知 常贵妃所作所为 若是知道 定亲自手认了 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臣最佳一等啊 此时和你无关 起来吧 谢皇上 来人 将常贵妃拿下 本宫是贵妃 我看谁敢 皇上 你就看在我们二十多年夫妻情分上 饶了我这次吧 臣妾也是一时糊涂啊 死到零头了还这么嘴硬 我怎么当年就没看出来 你这么奢险心肠 皇上 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爱和怜悯吗 皇上 放我出去 皇上 放我出去 要不然 我就杀了他 这 冷玉 不想让你女儿死 让你父皇放我出去 放了他 要挟我更有用 皇上 你听到了没 若不想让你儿子死 放我离开 冷玉他 可是你最爱的女人生的 哈哈哈哈 长国妃 放了余王妃 准少你不死 然后将我打入冷宫 让我像冷宫那些疯女人疯一辈子吗 我不要 你现在去宫外宫背上马上放我出去 否则 不要 父皇 余王妃 你就真有功 你要是死了 我就封你个高命夫人 然后给你修建灵园 还等什么 拿下 是 是 皇爷 皇爷 我没事 玉儿 皇爷 我说好 玉儿 你是来助我的吧 你比水路兰可以有用多了 哈哈 母妃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母妃 你当真要我去死 当然 我日日巴不得你去死 你是那个贱女人的种 我费尽心思的弄死了她 可皇上 对她还心心念念 皇后之位是留给她的 就算你做了弑君的事 她都没有把你处死 要不是你 我的儿子才是最受宠的 好 这二十年养育之恩 我就还你吧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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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自断敬拜 万昌贵妃二十年养育之恩 皇爷 从此以后 我们恩断一决 王爷 你竟然 这些 这是当年 你连手冷语陷害我的罪证 铁针如山 不如脚片 还有当年 你往我腿上扎入的钢钉 害死我母妃 这壮壮渐渐 不如放递 你真该死 我早就该杀了你才对 你这个毒服 来人 把他抓起来 打入大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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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听说你康复得很好 回禀父皇 儿臣康复得很好 多亏了兰儿 玉依说 朕体内的毒 已全部清理干净 这次 玉王妃救驾有功 朕要赏赐你们 说 要什么赏赐 回禀父皇 儿臣和兰儿 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您健健康康就好 相公说不对 父皇 这段时间 您已经赏给我们 很多东西了 玉王妃救驾有功 朕就赐你一个 大宁国的第一 女神医称号吧 明天就让刘喜 把金子牌匾 送到你府上去 多谢父皇 儿臣很喜欢这个称号 果然自古皇帝多无情 上次不顾我死活的事 你是侄子不提呀 算了 谁让你是皇帝呢 玉儿 朕从今天决定 正是 封你为大宁国的摄政王 随时可以替朕 处理国事 全力仅次于朕 另外 朕再赐你一柄 上方宝剑 剑剑如剑阵 儿臣 多谢父皇 刘喜 在 明日早朝的时候 把朕宣布的两件事 弄着白方宣读 真体 玉儿 时间不到了 你回去吧 儿臣告退 对了 明天早朝 别忘了参加 是 疼 疼 轻点 兰儿 做了摄政王之后 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陪你的时间却少了 不如 过几天 随便找个理由 给他辞了吧 那你呢 你想做摄政王吗 当然不喜欢 我只想陪着你 做了摄政王 可以保护好你 那你就去做 一边坐一边陪着我 只要你不像别人那样 后宫家里 散 若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银 王爷 自从你大病出役之后 就一直缠着我 看来王爷 你才是那个不知羞的 怪就怪兰儿太好吃了 本王实在忍不住 况且 父皇在朝上说 准许我们大婚 本王高兴呀 不行 还没有大婚不可以 我只贴贴还不行啊 不行 怎么了 兰儿 我好像又闻到 上次结识我的味道了 什么 可是常贵妃她 没错 常贵妃死了 除非 另有七人 别怕了 兰儿 我会保护好你的 嗯 水洛兰这个妖女 还真是聪明啊 看来她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将军 老奴倒是有一个戒 这样啊 是这样 真不愧是本将军的好狗 常贵妃和冷鱼 怎能想到 你是我的人 水洛兰那个戒人 害我侄儿惨死于众 我的登基大爷也被她破坏了 她现在还被封为第一女十一 要和冷遇结婚了 她想得倒霉 明日 我就将她妖女的身份公之于众 看得还能消整及时 嗯 摄阵王纳妃庆典这么大的事 天下人都来参战 说朕 让一个妖女 进入皇家 化天下之大忌 父皇 兰儿不是妖女 之前您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况且 是我举妻 关天下人和事 放肆 你代表的可是皇家的脸面 水洛兰是不是妖女 朕知道 但 她乡下女子的身份 这是事实 皇上 水洛兰是个乡下女子 现在满城皆知 倒不如 陈豫王还没有举行正式的纳妃仪式 先撤回皇民 择日 再为豫王也选一和事正妃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啊 皇上 臣觉得不可 特妃大典已经昭告天下 如果现在出尔反尔的话 皇家的颜面更有损 让摄政王娶个乡下女子 那其他的皇子以后怎么办 皇上应你 这 才是为皇家颜面和江山设计考虑啊 既然这样 那朕就风水洛兰为 鱼儿的侧妃吧 摄政王 择日再找个合适的正妃 既然这样 那朕就风水洛兰为 鱼儿的侧妃吧 摄政王 择日再找个合适的正妃 父皇 您明明已经答应儿臣 准许我们大婚 此举不妥 有什么不妥 朕 非常感谢水洛兰救过朕的性命 但是皇家的威严 绝不容天下人耻笑 一个乡下的女子 怎么能做你的正妃呢 皇上说这话 难道不自相矛盾吗 当初让我以正妃的身份 进入豫王府 做豫王的陪葬 我是正妃的身份 在场的哪个不知 不仅如此 整个京城都知道我是豫王妃 难道皇上要让百姓 嘲笑我们皇室中人 不情有寡义吗 达胆 你个乡下野丫头 粗鄙无礼 皇上 臣有几人 能够证明这一点 传 草民叩见皇上 起来吧 皇上 草民今天就是杀头 也一定要说 水洛兰不仅是乡下女子 她的水家村民生极差 行为不端 这样的人嫁给王爷做侧妃 还是无德担当吧 你胡说 是不是胡说 村长你说 皇上 水洛兰在我们村里名声极差 从小偷鸡摸狗 坑蒙拐骗 长大以后还跟我们村的男人 偷 偷情 还被我跟水神 逐渐在闯 水神 你有印象啊 是的皇上 这样的人怎么能嫁给一王爷呢 你许口喷人 我还免费帮你们家治疗过 你们有没有良心 父皇 儿臣对他们说的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我的兰儿 是清清白白的 无风不起浪 这么一个女子 怎么能进入皇家呢 来人宣旨 朕要撤回 水洛兰的侧妃之位 兰儿不是乡下丫头 水叔叔你怎么来了 皇上 草民水有财 给皇上请安 水有财 你是这儿时的天生是为水有财吗 你怎么这副模样了 你就是当年立下奇功 却不要任何奖赏 回到乡下的水有财 正是草民 草民今日前来 是为我抚养长大的水洛兰一事而来 叔叔既然曾经是皇上的侍外 难道叔叔知道我的亲爹娘是谁 皇上 水洛兰其实不是我在河边捡的 而是有人将他交予我托付的 他也不是身份不明之人 这个信物是他墙堡里的 足以证明他的父母 是非富即贵的朝廷之人 来人 把草民锁呈上来 这草民锁可是先皇赐给几位 护国有功的大将军的藩帮助 你手里为什么会有啊 所以草民斗胆猜测 洛兰的身份非富即贵 所以草民斗胆猜测 洛兰的身份非富即贵 当年我看到这个长命锁 就猜到洛兰身份特殊 但他妈妈话没说完 就咽了气 我后来托人几番寻找 也没有线索 也就把洛兰抚养长大 皇上 洛兰她 是老臣的女儿 你说什么 你的女儿 当年老臣出征在外 夫人带孩子上香的时候 被歹人追杀 至今下落不明 皇上 这事 您是知道的 夫人在信中提过 给孩子取的名 就叫洛兰 皇上 可否 借长命锁一看 这长命锁 是先皇赐予老臣的 老臣让夫人一直贴身携带 当年战事告急 我夫人生下孩子后 我无法脱身回来 没想到 我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到 他就丢了 我夫人也早亡了 起来说 洛兰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熟悉 没想到 你就是我的女儿 原来 你是我的爹爹 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哪 我留得成后继友人了 老天开眼哪 父亲在上 亲手女儿一半 快 快起来 兰儿 也没想到 老了老了 还能找到你 也真的太开心了 皇上 见已经证实 洛兰就是我 刘德成的女儿 难道 堂堂护国公的女儿 还配不上 豫王正妃之位吗 啊 刘大人 劳苦功高 又是大宁国的护国公 你的女儿 嫁给 豫儿为王妃 自然是合情合理了 谢皇上 传直 礼部 与刘大人 豫王爷 啊 一起商讨 陈青大典大事 别亏待了国公府的 长女出嫁 明天就要回国公府了 在成定之前 我们就见不到了 你会想我吗 我当然会想你了 不过 我才刚和爹爹相认 就要出嫁 临时要多回去陪陪他的 我不管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几天见不到你 你让我怎么活 嗯 那就麻烦王爷 今天晚上 辛苦辛苦了 伺候兰儿不辛苦 兰儿 你沈子和春花 来给你道歉了 沈子有眼无珠 知道错了 当初不该那么对你 你就原谅我们吧 兰儿 道歉有用的话 要官差干嘛是 是吧 姐姐 妹妹真的知道错了 我和娘 我们不想回乡下 再说了 我们也算是你的娘家人 姐姐 你就收留我们吧 不是 你们母女两个 是怎么做到一起 这么不要脸的 今天看在水叔的面子上 就不为难你们两个 失去的 赶紧给我滚 兰儿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 吃我们家米 喝我们家水长大的 我们要点聘礼 不过分吧 你刚刚说聘礼 你忘了当初是你和他 把我掐死了 又忘了怎样 把我当个水花 然后揍你们的了 就这样还想跟我要聘礼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毕竟把你养这么大 还飞上指头当凤凰了 这个聘礼 你要是不给 我们就不走了 还赖这儿了 不走了 行 既然婶婶不想走 那就 别走了 你这个白眼狼 我丫头你敢这么打我 你敢这么打我 白眼狼 你必须要翻倍 就算完了 要是你们现在还不走的话 我就放过 咬死你们 府中的狗好久没见婚姓 是啊 是该放出来溜溜了 放 放钩 我就是一个做什么 把他做什么 你个死丫头 等等我 兰儿 爹 父亲等了你好久了 女儿来迟了 女儿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好好好好好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这是我刘德昌的女儿 水洛兰 从此后 她就是我们国公府的大小姐 她的话 你们要唯命是从 如有违抗产 滚出国公府 大小姐万福尽来 从此以后 她就是我们国公府的大小姐 她的话 你们要唯命是从 如有违抗者 滚出国公府 大小姐万福尽来 兰儿 你已经命人 把你的闺房给打扫出来了 这么多年 爹亏欠你的 定会千百倍补回来 谢谢爹 走 我带你去看看 爹给你准备的嫁妆 是 我跟你讲 我刘德昌的女儿结婚 但一定是十里红妆 公主都比不了 我没喝多 我就是今天高校 我跟父亲多喝了点 彩虹 我有父亲了 我有父亲了 王妃你喝多了 我伺候你休息 不休息 不休息 王爷 我要去见王爷 王妃 还有三天 你才和王爷成亲 现在还不能见面 还有三天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一天不见王爷 我就想 我要见王爷 你先出去吧 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 兰儿 才一天没见我就好想你 你想我吗 不想不想 还给我装作一尸吧 别动别动 明天的事准备好了 好戏即将上演 鱼儿就要上歌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 送入洞 王爷 我 狗皇帝护国公摄政王 都在这 都成了我的瓮中逼 看你们还能卖武和 狗皇帝护国公摄政王 都在这 都成了我的瓮中逼 看你们还能卖武和 狗皇帝 看你皇位还能做多久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御林军何在 你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吴将军 你以为你藏得已经很深了 可你不知道 那天在你绑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醒了 我猜的果然没有错 这里面装的是迷蝶香 迷蝶香平日里没什么 可今日昏堂上所点的香 是你送的 而这位迷蝶香 就是那个香的紧要 皇上 他们所有人应该都有这种香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还望皇上明察 皇上 臣罪该万死 大弹无侯 请个无逆神 来人哪 拿出去战了 都连就座 娘子今天好美 美得让我觉得 这是一场梦 相哥又在说胡话了不是 男儿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了吗 喝焦杯酒了 今生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福 若日后我赴你 定让我受五马分尸至极醒 呸呸呸呸 不许你这么说 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不吉利 今晚 你就完完整整地属于我了 哦 王妃 诶 你的脖子这是怎么了 脖子 这怎么进皇宫啊 哎呀 都怪王爷 今日风大 小心着凉了 相哥莫不是害羞了 怕被别人瞧了去 小丫头 不要懂太多 乖乖听话就行 儿臣拜见父皇 啊啊啊啊 起来吧起来吧 多谢父皇 嗯 如今呢 已经尘埃落定了 留在我旁边的 只有你和玉王妃了 回头想想 都是朕的错呀 玉儿 你能原谅朕吗 父皇 儿臣从未怨恨过 谈何原谅 儿臣也是 好 那既然是正式玉王妃了 那朕呢 也就既往不咎了 你呀 以后都为我们皇家 开支散烟吧 那朕呢 也就既往不咎了 你呀 以后都为我们皇家 开支散烟吧 说既往不咎的 不应该是我吗 这老皇帝果然气贼 狼儿怎么了 玉儿 玉王妃这是有喜了吗 生了 王爷 恭喜王爷王妃 喜得龙胖胎 真是烧喜临门 兰儿 辛苦你了 不辛苦 你看我们的孩子 多像你啊 我看他像你多一些 莫菲 这小家伙好像饿了 你抱这个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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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小家伙最近长牙了 总是咬疼你 娘子做的奶瓶很好用 我来喂吧 好 奶吧 皇妃 如意 现在 无家可归 看在我照顾 您这么久的份上 您就收了我吧 无家可归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如意 我这儿可不是许愿池 彩虹 给我把如意带出去 看见他我就会去 是 王妃 王妃 你不能先死不救 王妃 王妃 如意知道错了 王妃 娘子现在越来越有王妃的坐牌了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册封寺皇子冷逸 为大宁国太子 王妃 王妃 你想什么呢 你猜 我猜 又是父皇让你当皇上吧 老二我不想 我只想陪着你 给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自由 哦 怎么 当了皇帝 就要娶三妻四妾啦 我若多看别的女人一眼 我就天打五雷轰 哎呀 好了 我相信你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当这个皇帝的话 那你就去吧 我支持你 兰儿 对别的男人来说 皇帝是最好的选择 但对我来说 我只要你